根據統計 臺灣每十個人 大約就有一位患有偏頭痛 而女性是男性的三倍 頭痛反覆發生超過五次以上 每次發作時間四小時到七十二小時 發作時可能合併 噁心 嘔吐 或怕光怕吵 就有可能是罹患偏頭痛 那偏頭痛很多人會誤解是說 單側的材料偏頭痛其實不是 有大概三成以上 其實痛是兩側一起來 研究發現 父母中如果有一位患有偏頭痛 有四成的機率 孩子也會遺傳偏頭痛 父母雙方都有時 機率就會提高到六成 誘發偏頭痛發作常見原因 包含睡眠 氣候 情緒 月經 食物 這些因素都會加劇偏頭痛症狀 但是我這次痛的形式跟以前不太一樣 或是說痛的 以前雖然說有頭痛 但是痛的程度沒有這麼厲害 再來是說在頭痛的時候 合併其他症狀 譬如說合併發燒 合併頸部僵硬 還是說合併意識障礙 合併點醒 合併人不清醒 這些情況都要小心 目前偏頭痛可以預防與有效控制 根據統計 長期偏頭痛患者 罹患心肌梗塞 中風機率 大約是一般人的三倍 偏頭痛不再只是頭痛不是病 而是真的會要人命 旦邊 更寒